纵横大历史 带您探究历史真相 理解历史 现在与未来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 我是主持人孙成 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韩战系列节目 在此前的五讲中 我们回顾了 韩战的起源 韩战初期的战况 人川登陆 以及中国出兵的历史 今天 我们将进行第六讲 极战青川江上 带您了解 中共军队出兵朝鲜半岛 初期的战争局势 1950年11月24日 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将军 乘坐飞机 前往鸭鲁江上空视察 就在同一天 麦克阿瑟对联合国军 下达了总攻命令 要求他的部下 消灭朝鲜半岛上的中共北韩联军 志得意满的他 在与记者谈话时表示 希望在圣诞节前 让部队班师回家 因此 这次总攻 也被人们称为 圣诞节前凯旋公事 麦克阿瑟的这种乐观 究竟是否有现实根据呢 这场公事 又将遭遇怎样的结果呢 要明白这些问题 我们就需要从1950年10月 中国出兵朝鲜半岛时说起 上一讲我们讲到 1950年10月19日 中共第13兵团的四个军 共26万兵力 以所谓的志愿军名义 渡过鸭鲁江 进入了朝鲜半岛 就在同一天 美第八集团军攻克了北韩首都平壤 10月25日 在距鸭鲁江 不足70公里的小镇温景附近 隶属美第八集团军的 韩军第六十第二团 遭到了中共军的突然袭击 从而拉开了中共军 与联合国军交战的序幕 当时联合国军 已经攻入了北韩深处 并且分处于 互不相连的两条战线上 跨越三八线 攻克了平壤 并继续向北推进的 美第八集团军 正在全速向鸭鲁江边冲刺 构成了西线战场 美国第十军 则于10月26日 在北韩东海岸中部的 圆山登陆 向朝鲜半岛东北部推进 构成了东线战场 西东两线的联合国军 被南北走向的 狼林山脉所组割 无法连成一线 因此 美第八集团军 和美第十军 只能各自为战 在西线 北韩军残部 已经十分衰弱 因此美第八集团军 各部正在争相前进 甚至没有形成一条连贯的阵线 从而给中共军的渗透穿插 制造了机会 韩军在温景的御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事实上 此时的美第八集团军的处境 非常危急 根据中共高层 原本制定的作战计划 进入北韩的中共军 原本的行动方案 使各部禁止指定敌区后 一方面迅速构筑攻势 同时以小谷部队向前伸出 插至敌后 然而 因美第八集团军推进速度过快 各部没有形成连贯的战线 毛泽东便在10月21日改变了作战计划 要求彭德怀在西线动手 用7天至10天的时间 消灭隶属于美第八集团军的 数个战斗里较弱的韩国师 这样 中共第13兵团 就仅以第42军一部 在东线采取防御姿态 并集中第38 第39 第43个军 和第42军一部 在西线发动攻势 对于这次攻势 中共方面称之为第一次战役 10月25日 当韩军第60第二团 在中共军的伏击下溃散时 美第八集团军各部 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依然在向北推进 10月26日 韩军第六师第七团的官兵 攻克了鸭鲁江南岸的小镇楚山 并用机枪射击 跑向满洲的北韩溃兵 成为第一支 抵达鸭鲁江畔的联合国军 然而 满心欢喜的该团官兵随后就发现 他们已经陷入了 大批中共军的重围 三天后 这个团 也在中共军的围攻下毁灭了 到10月30日 已经有四个团的韩军 在中共军的袭袭下覆灭 隶属于美第八集团军的 其余韩军 大部分正在迅速向后退却 溃不成军 11月1日 中共第39军 开始进攻美骑兵一师第八团 坚守的重镇云山 从而开始了 中共军和美军的首次交火 由于中共军 点燃了云山周围的森林 战场上空烟雾弥漫 联合国军难以进行有效的空中支援 伴随着苏式卡丘莎火箭炮的轰击 中共军以绝对优势兵力 对云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到11月3日 云山失守 美第八骑兵团损失了超过600人 在中共军队的方狂攻击下 美第八集团军退守青川江 试图组织起一道连贯的防线 青川江全程200余公里 是朝鲜半岛上 鸭鲁江以南的首条东西向大河 也是北韩首都平壤以北的一道重要天线 联合国军在青川江北岸 构筑了数个坚固的桥头阵地 与蜂拥而至的中共大军展开了血战 双方在有的地点进行了残酷的白刃格斗 在11月5日夜晚 战况尤其惨烈 联合国军的桥头阵地危在旦夕 然而 到了11月6日凌晨 中共军队却突然全面退圈 在联合国军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 中共军的第一次战役 就这样戏剧般的结束了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纵横大历史栏目 我是主持人孙城 中共军队为什么会在形势有力时 突然撤出战场 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更让人好奇的是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共军队 能在联合国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入北韩 发动奇希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需要谈一谈当时中共军队的作战特点 1950年时 进入北韩的中共军是一支相当怪异的军队 与得到苏联全面武装的北韩军不同 中共军的武器标准化程度很低 虽然中共军装备着一些苏式武器 但也有很多日式乃至美式武器 这些武器的来源十分庞杂 包括由苏联提供的援助 即国共战争中的缴获 与联合国军乃至北韩军相比 缺乏统一制式装备的中共军 并非一支现代化军队 中共军队的重火力也相当薄弱 而且机械化程度不高 在联合国军的绝对空中优势下 中共军队的运输汽车部队 一进入朝鲜半岛 就遭到了沉重的空中打击 从而导致中共军非常依赖人力和处理运输 并对于现代化军队 高度依赖的公路缺少利用 一个中共士兵在发起进攻时 会携带一种用小麦粉 即杂粮炒制而成 被称为炒面的行军干粮 确保它能够在没有后防补给的情况下 可以拥有足以食用于一星期的食物 中共军队拥有一个严重缺陷 就是每次发动的大规模攻势 都只能持续一至两周 超过这一时间限制 中共军就会面临断粮的危险 因此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1日 给彭丹怀下达的命令中 才会将战域持续时间 定为7天到10天 中共军队在11月6日的突然退却 事实上反映了他们在补给方面的短板 在白天 中共军为了躲避联合国军的空中侦察 往往隐蔽在北韩被捕的群山之间 由于携带着炒面 他们甚至无需生活做饭 因此难以被联合国军的飞机发现 在1950年代 军用夜视设备技术仍然十分原始 因此夜晚就成了中共行军作战的时间 通过这种方式 大批中共军队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北韩 在联合国军难以察觉的情况下 移动到联合国军身边 发起突然袭击 中共军队发起的进攻 大多是在夜晚进行的 每当发起进攻时 缺乏无线电设备的中共军队 常常会使用军号发布指令 对于西方军人而言 中式军号 宛如哭丧的声调 在夜晚显得十分陌生 且带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怪诞和恐怖感 在发起进攻时 中共军队的银联级单位 会以班牌级的小股部队 形成一个个波次 持续不断地进攻对手防线上的特定地段 如果第一个波次被消灭 那么下一个波次 就会不顾伤亡地 沿着相同路线继续进攻 直到对手防线上特定地段的兵力 被消耗殆尽 此后 大批中共军队 就会从这一地段进行突破 插入对手的后防和侧翼 切断对手的退路 由于对中共军队的战法相当陌生 联合国军在与中共军遭遇的初期 吃了很大的亏 不过 中共军事实上也有许多弱点 首先 由于中共军队缺乏通讯器材 大量营机以下的部队 没有装备无线电击电话 因此 在发动进攻后 营机以下的指挥员 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一个营一旦投入战斗 往往要打到弹药完全用尽之时 即使这样做徒劳无益 甚至可能导致战术上的自杀后果 其次 中共军在发起进攻时 时常采用密集队形 不善于隐蔽 从而一次次 蒙受沉重的死伤 1951年8月 彭德怀在总结近一年以来 中共军的缺点时 曾表示 中共军不善于组织火力 不讲究战斗队形 特别是接敌运动 常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不善于利用地形 地物 隐蔽接近敌人 单凭勇敢 蜂拥冲锋 因此伤亡大 此种教训 不是几次 而是几千次的重复 直到1952年秋天 中共所谓的志愿军司令部 依然反复嘱咐各部 称 队形密集 必然增加伤亡 投入战斗的兵力 不能过于拥挤 总体而言 当时的中共军队 绝非中共至今吹嘘的那般强大 联合国军在战争初期的实力 一是由于对中共军作战方式的不了解 而是由于轻敌冒进 并因此遭到栖息 那么在这之后 联合国军能否吸取教训呢 令人扼晚的是 在中共军队进行了第一次战役后 联合国军高层 依然洋溢着一片乐观轻敌的气氛 1950年11月2日 当中共军正在猛攻云山时 美国远东军司令部情报处长 威洛比少将 对进入北韩的中共军兵力 进行了估计 认为其总兵力可能为3.4万人 其中有1.65万人 与联合国军进行了交战 11月7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报告 认为在北韩的中共军 约有3万至4万人 这样的估计 无疑是对中共军兵力的严重低估 另一方面 针对中共军介入战争的新形势 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卡瑟将军 则寄希望于首先发动 大规模空中攻势 摧毁亚鲁江上的桥梁 而后 再以地面部队的推进 击败中共北韩联军 统一朝鲜半岛 11月6日 华盛顿方面 统一了麦卡瑟的轰炸计划 8日 美军的大批B-290轰炸机 飞临亚鲁江上空 开始对亚鲁江南岸的北韩城镇 及亚鲁江上的大桥 进行大规模空袭 然而 为了避免将炸弹投入满洲境内 导致战争进一步扩大 美军轰炸机编队 不得不沿着一条 位于亚鲁江主航道南侧 与主航道平行 且与亚鲁江上的桥梁 呈直角的弯曲路线 飞行并投弹 还要躲避来自亚鲁江两岸的防空炮火 这样一来 美军轰炸机 命中大小的概率 就大大下降了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 在斯大林的命令下 苏联空军别洛夫航空师 在此期间 进驻沈阳级安山 并在11月 出现于亚鲁江上空 苏联米格战机 伪装成中国空军 与美军空袭部队 进行了多次空战 使美军的轰炸行动 更为困难 在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 直到11月底 亚鲁江上的12座大桥 也只有4座被摧毁 而此时随着寒冬到来 亚鲁江江面已经冰封 麦克阿瑟的空中作战 至此宣告失败 在整个11月 联合国军司令部 一直低估着 中共军在北韩的兵力 11月9日 联合国军司令部 在此评估进入北韩的中共军实力 认为他们有7.56万人 这一数字 依然远远低于中共军的实际人数 然而 这个数字 就是麦克阿瑟重新发动 大规模地面攻势前 联合国军所估计到的最高数字了 此时 中共军队正在向北韩大举增兵 将第50、第66军编入西线的第13兵团 将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的第20、第26、第27军投入东线 1950年11月24日 麦克阿瑟乘坐飞机视察雅鲁江上空 并下令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发起全面进攻 这就是我们在本讲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事实上 这使得他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此时 在东西两线战场上 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只有26万人 而中共军队 则包含两个兵团 9个军 总计56万人 一场血腥的灾难 即将降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